北韓發射導彈 挑釁拜登政府 東奧勝火點燃 首日聲滅 光明會預言張成真 習近平自報當官司 被封殺視像海外流傳 小粉紅抵制H&M 外國姿勢不對 租鐵拳 北韓在最近一個幾星期的時間多次發出警告 誓言要拜登政府付出代價 說華盛頓打開溝通渠道的努力是一種把戲 而近日 北韓似乎結束口頭拼擊 據《紐約時報》報導 這個星期四 北韓發出最新警告 並在其東海岸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 這是該國一年來首次進行這類演習 也是拜登上台以來 北韓首次對美國發起重大挑釁 北韓在星期五證實 軍方用一種新開發的戰術製導導彈 擊中了600公里外的目標 這種導彈使用固體燃料 可以在低空飛行中執行滑翔和跳躍動作 導彈專家說 新型固體燃料導彈採用移動式發射裝置更容易運輸和隱藏 準備發射所需時間更短 由於其機動性強更難加以攔截 報導說 北韓的這次發射《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禁止北韓進行彈道導彈試驗的禁令 反映出北韓再次掃諸武力的炫耀 這次試驗被視為一個向華盛頓發出的信號 如果平壤認為拜登的政策不合理 他將進行更具挑釁性的試驗 包括更遠程的導彈 伍德羅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北韓問題專家吉恩·H.李 說 拜登政府一直在考慮如何應對北韓日益增加的核威脅和導彈威脅 隨著政策評估的繼續 以及拜登政府放棄川普總統峰會外交的可能性增加 北韓似乎又回到使用挑釁來加劇緊張局勢的模式 北韓的演習令拜登政府面臨艱難選擇 即使和北韓展開新一輪談判 也無法保證他會放棄近年來不斷擴大的核武器庫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 3月25日東京奧運聖火在日本福島縣點燃 但傳遞到第六區間時聖火意外昔滅 聖火昔滅事件再次引發網友對光明會預言的關注 1995年美國發行的光明會社會新秩序卡牌 目前已精準預言多個事件 其中包括911事件 大安娜王菲之死 日本311大地震 和上年的疫情大流行 等等眾多國際大事 目前公明會卡牌中最受注目的是一張 與東京奧運有關的牌聯合的災難 卡牌中的說明 似乎預示日本將會同時發生兩種災難 而且這兩種災難搭家後 會帶來更意想不到的大災難 卡牌很明確說到一個主要災難 另一個是不受其它影響的災難 很多人表示 主要災難大概會聯想到地殼板塊的移動或者爆炸等 但是不受其它影響的災難 卻沒有那麼容易估到 也有人猜測 卡牌上的同一個地方聯合兩種災難 難道指的是疫情和東京奧運會大事故? 卡牌上的圖案顯示 有五個圖案的人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 黑、綠、黃、藍、紅 和奧運五環的顏色一模一樣 而卡牌圖片上那棟被炸毀倒塌的鐘樓 是日本東京和光大廈的銀座鐘樓 結合黑夜的背景和鐘樓的時間 可以推測卡牌的時間 指的是晚上11點 另外一位來自日本 研究光明牌的網友指出 從前排有人養的陰影找到 寫著45110的數字 這組數字與和光百貨地址4511一樣 因此 在世界各地網友的分析中 最多人認為卡牌的語言 內容很可能是 日本東京和光大廈銀座鐘樓 將在東京奧運會期間的某一天晚上11點中發生爆炸或灘塔 日前習近平到福建考察調研期間 和民眾聊天 透露了自己的當官史 但網友發現 習當年主政福州時 接受採訪的一段90秒視像 在國內被刪除 視像畫面顯示 習近平當時在家裡與彭麗媛一起煮飯 一邊手抱著一歲的女兒 習明澤接受訪問 據稱這段視像拍攝於1993年 全場約90秒 畫面標示北京電視台 當時習近平擔任福州市委書記 視像一開始 習手抱著個女兒坐在那裡 對鏡頭說 我們原先插隊的時候 我一個人插隊 飯菜都是自己煮 但當時做的都是粗菜 粗茶淡飯 現在反而是慢炒 記者問 作為妻子彭麗媛 最令你滿意的是什麼 習回答說 一個人最重要的還是保留她的本色 不管你做什麼 本色很重要 也就是說經歷所有之後 還是反撲歸真的東西 片段中還有廚房炒菜的畫面 集在旁邊指點妻子 鹽和糖加點味精 接著將炒好的菜相碟 彭麗媛到飯桌邊招呼客人 吃飯時 小孩坐在閘的膝頭 賴了閘一身尿 據稱這段舊片 在大陸被刪除得一灌二正 目前只是在境外網站流傳 網友紛紛留言熱議 這個好樸實 隨和 為什麼要刪除 影響神話 也有網友說 習近平現在的面相 跟當年授訪時大不一樣 以前看到幾隻撲 估計後來是被不受約束的黨權侵蝕毒化 避風禁可能說明 共產黨不需要這樣的領導人 繼H&M之後 Nike Unical Adidas 等國際服飾品牌 也被抄出過去 它用新疆棉花的公告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 共青團帶頭點名 網絡小粉紅迅速發起 新一輪的聲討和抵制 有人在微博貼窗 火燒Nike波鞋 剪H&M服裝 發洩的視像 四川成都大粵城商場 更是將H&M戶外廣告牌拆除 此外 鄭州還有小粉紅 手持抵制H&M紙牌 隻身前往H&M分店抗議 叫顧客不要購買H&M服裝 說這就是一種愛國的行動 不過視像顯示 後來這名女子被警方帶走 時事評論員秦鵬 在推特轉推該視像 並寫道 聰明人應該知道 如果中共真的抵制打擊美國 叫中共高官子女放棄綠卡和護照 把錢從歐洲美國銀行撤回來就可以 所謂的叫老百姓抵制什麼產品 只不過是一場精心導演的 教導韭菜愛連刀的把戲來的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也在推特發文評論說 這位小粉紅還未明白 外國必須符合中共官方規定的姿勢 這個不是你自己定義的 姿勢不對照樣捱打 看中國評論員子龍則認為 中共為了政治目的 又點著了抵制洋貨的運動 告成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們擔心自己在歐美的財產被凍結 公司被制裁 下層民眾猶豫異和團 肆意釋放著他們的壓度淚氣 卻不知世界制裁迫害新疆人的中共官員 正是為了中國人的人權 世界圍剿的是中共 卻為中國人說話 中國人想要突圍 自己先要分清中國不是中共 明辨是非是惡 方能終結暴政 近日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官 四星上將菲利普戴維森 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就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指揮勢態作報告 他認為 21世紀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 美國最緊迫的國防需求 是在亞洲部署能夠威脅中共的遠程導彈 為來自中共的潛在軍事攻擊 提供全方位保護 除了遠程導彈 美國印太司令部還希望在太平洋島 部署新的聯合火力作戰管理網絡 該網絡將融合空中導彈防禦系統 夏威夷島的國防防禦大型雷達 以及部署在太平洋島國 拍攏的戰術超視距雷達 此外 戴維森將軍眾揭露了中共 在信息戰和虛假信息行動方面的 細節 他認為中共擁有龐大信息造假機器 包括常規媒體和社交媒體 有近百萬人在這裡破壞美國利益 並為中共的利益爭奪話語權 還在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之間挑撥離間 2020年9月 Facebook和IG刪除了一百五十幾個 政府有關的假帳號頁面和組織 他們聚焦在南中國海的海軍活動 包括美國海軍艦艇 在其他方面 媒體的消息推動著中共所謂的九段線 中共軍方還多次聲稱已經驅逐美國軍艦 美國軍事專家指出 中美之間的戰鬥大部分是在信息環境中展開的 而美國海軍克逢忽略了軍事情報支援行動 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幫助填補美國海軍影響力行動的空白 但這個要求美國海軍變得更為積極 並在信息戰中發揮海軍的作用